中华电信董长也是大爆黑马了 在现任董作李延松确定明年1月6号就会退休了 直却将会有现任台积电的顾太照明 及太阳能公司的董事长蔡立行来空降接任 外界认为说蔡立行是电信业的门外汉 政府高层应该是看中了蔡立行在国际管理的经验 迎接未来的